我后面这个法国大叔都惊呆了 说这个中国女生的手怎么那么快 Yuppie GoGo 雷达咪 石头的小台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 我是在法国的诺曼底 没错 就是诺曼底 登陆的诺曼底 今天呢 在这个海边渔港 渔民们为了庆祝一年的渔获丰收 准备了一长六的海鲜盛宴 那么我又来吃习了 诺曼底呢 和布列塔尼邻近啊 他们都同属于北大西洋的海岸线 所以呢 这里的海洋资源啊 非常的丰富 这个太漂亮了 哦 这个龙虾不得了 我啥时候能抓那么大的龙虾 现在呢 也正是扇贝的季节啊 你们看 这里的扇贝个头都非常的大 你看这个的直径起码超过了14厘米 你好 女士 这看着给力了啊 我还第一次吃生的 这个就是生的扇贝肉 嗯 酸酸甜甜的 真棒 她说是墨西哥的做法 你看里面就加了一些番茄啊 黄瓜什么的 特别的清爽 哦 烫 全是海鸥 好漂亮 生的吃完了 怎么能不来点熟的呢 扇贝虾肉铁板烧 现在真的是扇贝的季节啊 那个肉我好大一坨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扇贝啊 真的是 我觉得是海鲜里边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种海鲜品的 肉质非常的甜 特别的肥美 然后鲜甜 哦 多少席面啊 咱们见识的也挺多了啊 大家想不想感受一下 其他国家的吃席体验呢 那就给我点一个赞 这一期点赞给我8万啊 我就带你去中东约旦 尝尝约旦的席面 这都是这个协会的所有人员啊 刚才这位男奶奶告诉我啊 现在有一个抽奖活动啊 然后一人一张票 下午4点钟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只要你被抽中了 一公斤去壳的扇贝啊 带回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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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Ice with Madam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当地什么飞鱼罐头吗 C'est supe. C'est léger C'est léger. C'est pas la supe. C'est pas la supe. vin blanc. Vin blanc. Citron. Citron. Oign. 这个女渔民呢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啊 她跟我说很很好吃 你没吃过一定要尝尝 我感觉她是不是在跟他说 搞错了 再来 它有点算酸的 它是酸的 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柠檬 还有一些酒 这个有点出货我意 不臭 这些杯泞女士 这个是什么 她们都是赢了 世代都是赢了 三点半啊 然后我们的柠檬都酸 三点半的时候 这还会有一个开扇贝的比赛 这些都是选手 它们在练习 太棒了 你看别人练习的场地 这里面全是坑儿 全是它们练习的 这个摊贩在吃什么 让我挤进去看一眼 你看这还有活的虾 这不就是我经常干了海找的那个吗 就是没有那么大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森林 有很多人 这些人资认着Coffee Saint-Jacqu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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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虾的名字叫对虾 我赶海的时候也经常碰见这个虾 这个虾 好甜 这个虾 那个甜比我们普通吃的鸡尾虾的甜度 更高 难怪我赶海的时候 你看那些拿着大钞网的那种 全都是来抓这个虾的 赶海博主大显伸手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看那后面 现在这里正在举行开扇贝比赛 嘿嘿 这不就是我的主场吗 看看我前面的这一大堆扇贝 马上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后面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我的胜算还是什么 先是专业组的开始 专业组的比赛他们就来得特别快 你看那个手法 这个老奶奶光光直开 扇贝大家别看着好开 它开了以后它要去掉里边的筋膜 然后剩下瑶柱和它的蛋黄 有种万众祖物的感觉 无所事处 好运传递给我了 我有点小紧张的怎么 二四开五个 三二一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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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这个法国大叔都惊呆了 说这个中国女生的手怎么那么快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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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盒我就拿到了 这盒在超市里怎么也得十几欧宝 然后我就白表 吃了一圈闻了一圈 但是今天我们真正的洗面还没开始 在前面 赶紧跟着我去看一下 我们真正的洗面还有鱼肉汉堡包 你看 你看那个鱼肉 好香 哎呀 哎呀 跳舞吗 谢谢 你看这个鱼饼汉堡就是这么做的 日本的鱼肉 它是用新鲜鱼肉 然后加入了一些柠檬一些香草 然后就这么一烤 人家还有镜头感 人家到处找镜头 这个大叔老豆腐 这个鱼鸣酥是葡萄牙人 所以他的这个洗面 他就做的是葡萄牙的美食 你好 谢谢 哎呀 这次我来法国那么久 真的一条街都是烤鱼啊 烟雾缭绕的 真的法国没有那种烟雾缭绕的地方 这烤鱼啊给力啊 兄弟们 我的天 这个老板可逗了 还戴个面具 你看 我们国的烧烤可没搞那么复杂 看好多海鱼在烤好香啊 一顿洗啊 白天吃到黑夜 今天这桌洗面啊 给力啊 不仅有清口 然后还有烤的这个飞鱼 然后还有一个鱼肉的汉堡 我就告诉你们啊 这个洗面上这个飞鱼 这里边有8条 猜多少钱 这个洗面上8条鱼只要1欧元了 这顿洗 吃的只要又拿又又吃 特别香 我好久没有吃烤鱼了 我跟你说法国没有烤鱼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今天来吃洗面呢 我们主要吃的其实是它呀 就是清口 因为诺曼底的清口非常的出名 你别看它小 非常的甜啊 它的味道 而且非常的肥美 今天我也有份 今天我也有份 嘿嘿 还有就是刚才男人看见那个鱼汉堡啊 外面现场给你煎的 太大口了都咬不进去 不知道它里面加了什么酱啊 但是一定有青椒 我吃上去有一股青椒皮蛋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鱼呢咱们就吃到这儿了 咱赶紧去看一下 我这个15号和25号 有没有中奖 来唱歌歌 开奖之前先住住训练 那么第六十 第六十 这是你 哇 哇 好运就在我身边 你错过了 一公斤的区肠的山贝 哇 一公斤的区肠的山贝 这老哥就在我边上 然后他得奖了 我们得奖 整个体验我觉得很富有法国诺曼底的风情啊 你说天天都吃龙虾吃扇贝的 我都吃腻了 那么下一次能不能在约旦吃上席 就开 你问他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U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